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选手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先把自己起始面尽可能多的把灯点亮 那么叶文昊采取了一种侵略的态度我们看非常的强势 孙日辰现在是放弃了正面的抵抗游走在叶文昊的旁边 孙日辰放弃了正面 李康开始进行了旁敲侧击的进攻 而且选择了仰面 我的天 太厉害了 叶文昊直接冲了过来非常的迅速 手脚并用占据了孙日辰更多的蓝色面 漂亮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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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 快 漂亮 进攻性非常的强 而孙日辰再次跳开 选择了从另一面继续开拓自己的灵活 他一点都不急啊 他心态最后的思路很清晰 他还打过大赛 哎 他这样坏了 再过来防守 我们就 与此同时两个选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面对面冲到了一起 在这个面上我们都知道是优胜者比较占光的一个优势 那么两个选手在手速上几乎一样 哎 抗抗底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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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尹文昊 选择仰面 好压的 好压的 直接破掉了孙日辰在仰面上优势 好压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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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后面上不来了 他已经彪了 把你彪住 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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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哎哎哎 没事 没事 不要管我 不用管我 你别彪下去啊 他彪他 他不要拽他 他还拉他一把 他不要 他不要 你都不会彪住 哎哎 哎 加油 来呀 野文豪掉下来了 下来下来 重新来 重新来 这样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 他需要从起始面再次爬上去 这样的话 他对于时间的掌控和 对于上面肺面的控制 就会变得很弱 他不该摸下面的 他说 他不是时间对沉的人 尹文豪将自己的起始面 更多的颜色变成了橙色 追回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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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也好厉害 他也好厉害 手软了 手软了 哎呀他没力气了 别玩啊 他刚才拉这个球消耗太多力气了 坚持 我根本没法看 别放弃 而与此同时的孙瑞辰 几乎在目光所及的颜色内 全部变成了蓝色 加油 加油 不要放弃 叶文豪 又次落地了 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叶文豪能不能再次翻上去 坚持 加油 在自己目之所及 绝不放弃 这就是叶文豪非常棒 坚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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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州 坚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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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际 非常éri senses